韓式的Library之前看過 反正就是要.h就對了 所以這個我們很快看過去 常用的幾個像是stdio stdlib 然後以後我們可能有看到string time 還有剛才的一個像mass.h 這個是比較常用的Library 這個比較麻煩的是這裡 我們剛提到的韓式要傳一個參數 要傳一個參數到 就是從你的主程式 透過呼叫這個韓式 那呼叫這個韓式過程中間 你會把資料透過參數的部分 傳到韓式裡面去做運算 那這種東西叫做傳一個東西 那傳這個東西 就是pass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有兩種方法 這兩種方法一個叫做 pass by value 就是傳值 那另外一個叫做傳參考 參考 要reference pass by reference 那什麼叫傳參考跟傳值呢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一般 一般其實對大部分的韓式來說 大部分來說都是傳值 就是把這個value 這個這個參數裡面 如果這個參數叫x 這個x裡面本身是什麼值 它就把這個值傳到什麼 韓式裡面去做計算 就這麼簡單 那個叫pass by value 那基本上傳值的時候 它是基本上就是把這個數值 copy一份到韓式裡面去做運算而已啦 所以你不會影響到原來的這個變數 它裡面的韓的那個數值 所以pass by value 你的主程式原來是什麼 那它只copy一份傳到韓式去做運算 那傳參考比較麻煩啦 傳參考的意思就是說 這牽涉到一個記憶體的位置 它會把你的這個參數當成是一個 一個變數的一個所謂的記憶體的位置 它會把那個記憶體的位置傳到 傳到韓式裡面去 那傳到韓式裡面去 當然這個因為這個牽涉到我們在第七章要談的 叫做記憶體跟指標的這種概念的東西啦 所以現在當然現在談你們 可能也許會有點 感覺上菩薩傻什麼叫傳參考 所以你要記得其實每一個變數 它在我的記憶體 它在我的這個電腦 在城市在執行的時候 電腦都會幫它配一個記憶體的位置給它 所以它會有一個柱子 它就像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柱子一樣 那也許你們是什麼 50103次 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翠亨什麼集市 它會有一個address 每一個變數都會有一個address 那當然你可以說 假設某個人 他住在這個50103次 那 這個人的人名 這個人的人名 你可以就反正他會在103次出現 那你也可以說 你可以直接用變數的名稱 就像這個人的人名一樣 他就是在那個地方出現 那但是你也可以說 我可以用一個address 我可以知道他的柱子 就是在501034 所以我只要指到這個501034 我就可以找到這個人 所以他是利用一個 一個變數 一個address的概念 他可以來指到 這個變數所在的位置 當你指到這個變數所在的位置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 改變他的這個變數的內容 那這個東西會比較麻煩 就是說會有一些副作用啦 如果你是傳這個pass by reference的時候呢 你不像pass by value 因為pass by value他基本上只是 複製一份數值 然後讓函數去使用 你原來的這個參數的數值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他原來的變數數值 但是如果你是pass by reference的話 他就知道他 這個變數他的老巢在哪邊 他的真正的記憶體位置在哪邊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把他做任何 在函式裡面去把他這個變數做處理的話 那你在主程式裡面的 內容也會跟著被改變 那這個當然聽起來有點抽象啦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一下 剛才的程式 嗯 好我們用一個簡單的 兩個簡單的例子來看一下 呃 好 呃 這個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啊 就是我們先宣告一個 函式叫做test 那他行別是int 那他裡面的這個參數是int MPTR 那組程式 那組程式裡面 我們先去讀一個資料進來 讀一個資料進來 讀一個資料進來他是存在這個x 存在這個x 這個x就是他的一個 也是一個區域變數 也是一個區域變數 那接下來我去呼叫 把這個x當成是什麼 當成是引數 當成是引數去test他 那test他完之後呢 我們看看他的x有沒有變 然後再做test 再去呼叫第二次 那他的test做什麼呢 就這邊你宣告他的函數的型 prototype對不對 那你接下來這邊只不過 你看他這邊有 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 int test 他的這個變數名稱 我們這邊把他寫叫 MPTR對不對 但是我在這個 定義裡面呢 我把他寫int B 那這個B跟MPTR 理論上看起來是不一樣對不對 但其實 其實他是一樣的東西 他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名稱 參數的名稱 在你的prototype 跟你的定義名稱 可以不一樣 是可以不一樣的 那當然你說為了讓他一致性 所以你這邊也把他寫MPTR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所以 那甚至其實待會我們還會看到 在你的韓式的prototype裡面 你這個第一個參數 你可以只要宣告他的型別就好 你甚至不需要給他 他這個參數的名稱 這個是C language可以允許的 這個是 就比較特別啦 但是當然你如果說這樣 對你來說你不習慣 你覺得應該還是要把他加一個 變數參數的名稱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就像我們這邊寫的 就給他一個參數的名稱 那你這邊在真正在定義 他的這個韓式的時候呢 你這邊的參數名稱 可以跟他是不一樣的啦 但不一樣其實他對應 就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說過 他甚至這個MPTR 可以不用寫 都沒關係 對C language來說 你在宣告他的 函數的prototype 韓式的原型的時候 你這邊這個 參數的名稱可以不用寫 但是你一定要給他的什麼 要給他這個參數的型別 一定要給他 懂不懂 好那所以這個test很簡單 test就是把他的這個參數 讀進來之後呢 把它加而已啦 就這麼簡單 那當然他也沒有 這邊應該可以再加一個return return也可以啦 但是因為我這邊其實 並沒有要讓他做 所以這邊其實 你這邊寫int或 void 都無所謂 都無所謂 好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是把x當成是什麼 把x當成是一個 就pass by value 我這邊如果讀進來是一個2的話 我scanf讀進來是2 那2他就會傳到這裡來對不對 那就這時候b就變2 所以b經過相加就變多少 就變4嘛 但是因為我並沒有return4啊 所以我接下來 我的x 當這邊結束了 這個時候他會堆疊上 你去在這邊test呼叫他 他就把他疊上去了 那當然 當這個韓式結束的時候 這個就不見了 那這個不見了 回到這邊 那這個x有沒有變 x你去測試他 原來如果你讀進來是2 他還會是2 他不會變嘛 因為他 他pass這個x進去對不對 pass進去 所以 這個x進去 他只到這邊去做計算 計算完之後 他並沒有改變他的這個值 他沒有改變 雖然他在這邊改變他的值 但是他 就說在他的韓式本身 這個結束之後他就不見了 所以他這個x對他來說 他並沒有去什麼 改變到他 呼叫他的程式的 原來的參數值 所以x如果是2 那他經過這個 pass by value 結果之後呢 就是這個test run完之後 結束回到這個主程式的時候 他這個x還是多少 還是他原來所scanf進來的值 這是pass by value的概念 所以不管你是第一次呼叫他 或者是第二次再去呼叫他 他的x就永遠保持是你 剛才讀進來的資料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 你說這個好像沒什麼意義 我們看一下他run的結果 好我們run一個結果 那我就出2 所以當你輸入2的時候 反正不管你第一次去呼叫他 結果他x還是不變嘛 第二次再去呼叫他 他結果還是耳朵不變 所以這個就是pass by value 他不會去影響什麼 pass by value就是說 他不會 x傳 這個x傳到這個函式裡面去 不會影響到他的什麼 不會影響到他的這個 原先的這個數值 因為 對他來說 這個x就對應到這個b嘛 x對應到b 那你是pass by value 所以你只是把他的數值 copy一份給他用 他在這邊去運算 運算完了結果 他並不會改變他原先的x的值 就這樣而已啊 這叫pass by value 這是我們最常用的方式啊 最常用的方式 那如果我們所謂叫 叫pass by reference呢 這個pass by reference pass by reference就剛我說談到會有記憶體的問題啊 同樣的類似的有沒有 類似的一個 一個程式 我現在這個 test 裡面呢 他傳的是一個 一個叫什麼 他在前面 我們原來是一個INT的MPT啊對不對 那他這邊前面架一個星號 前面架一個星號 這個因為這個我們還沒談啊 這個是在第七章的 我們說指標的東西啊 那指標我們剛說過 指標就是類似他會指到 指到這個變數的什麼 他的位置 他的記憶體的真的位置在哪邊 所以他的參數就變成不是只是變數喔 他是傳什麼 他是傳這個變數的位置 變數的位置 等等 變數他有address 所以你們在scanf不是會用這個東西嗎 對不對 scanf你要為什麼要加這個 這個m% 就是他是把它讀進來存在他的記憶體的位置 那這個m%跟這個star 我們 之後在第七章會談 他就是在做指標的這個 類似的一個處理啦 好那所以我現在的test變成是 他傳的參數不是只有變數而已 他是傳 傳他的這個變數的address 他的位置 他所在的位置 他當成是一個東西 那這樣的話 我一樣 在主程式裡面scanf進來之後 那我這邊的test 那我test的是 剛剛說這個嘛 那他基本上要傳他的address 那這個address就是什麼 像剛才scanf一樣 為什麼 scanf的這個m%就是要讓他去什麼 讀 去把它讀進來存在他的位置嘛 所以我現在如果用test 因為他這邊把他宣告是這個star nptr 那這個star nptr是代表這個變數的位置 所以他就是passed by這個變數的 的reference 就是他的address 他的位置就是他的reference 就是他的參考位置 所以我這邊也是一樣用n% 然後再加上x 那把這個 就是把我x這個變數所在的位置 傳到哪裡 傳到我這個test的這個函數裡面 那這個時候他一樣也是int star b 就對應他啦 所以這時候我會 我的參數就是讀到什麼 我這時候參數讀到的不是x的變數 不是x的value 而是什麼 而是x的位置 那已經一堆人睡著了 我得提早在講這個point跟address的東西啦 你現在如果x等於2 這個2 x等於2 就是x這個變數你認為他裡面存的value是2嘛 對不對 但是x在我的記憶體裡面 在我的記憶體裡面他可能是 隨便寫了 0100 他可能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address 在我的記憶體裡面 那當然你說記憶體長什麼樣 記憶體其實就是 可能他就是一串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他有一個標號 他會有一個 有一個標號就類似像是 剛剛說的 0100 100 0100 101 類似這樣 他會有一個 有一個address 就是50101 1020103號 就類似一個 住址嘛 就是類似你加住址啊 這個住址裡面他會指到 這個變數 這個address 就是指到這個變數x 他會point到這個x 這個變數 那這個s的變數裡面是存什麼 那現在它是存2 等等 這個address是指到這個s變數 那s的變數裡面的東西是2 所以我直接當然s 你直接sk來運算 因為s直接 你直接 如果直接referring到這個變數的名稱 他就會告訴你這個s是2 這個s是2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要進一步去看這個2到底放哪裡 這個2是放在s對不對 但是s是放在哪裡的 在記憶體的哪一個部分 是放在這個address 0100100 是這個address 那所以我今天傳 那所以我今天傳 傳這個%s 然後m%s給他 就傳這個address 我是傳這個位置給他 我傳這個位置給他 我不是傳 s等於2給他 我是傳這個address給他 當我傳這個address給他的時候 就是pass by reference 那pass by reference 就是我要參考他的時候 我就是利用他的住址 我直接去找到他的記憶體所在的地方 當我直接找到他記憶體所在的地方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他這個address裡面的內容 去改 剛才pass by value 剛才前面那個例子 pass by value 他直接是把2 copy一份到 到函式裡面 所以我原來 s裡面的東西他就動不到了 動不到他嘛 那現在我pass by reference 我直接讓他知道你家門口在這裡 我今天如果要去你家潑油漆 我就可以找得到了 那原先我要去你家潑油漆 那原先我要去你家潑油漆 但是我只知道你是2啊 但是2有很多地方都有2啊 到底是哪個地方的2 我找不到啊 所以我pass by value就找不到 我的函式就沒有辦法去改變 這個address裡面的這個數字 所以我這個pass by reference進來之後 他是用什麼 用address 那這個address 那我現在把這個address去做 那這個star b的意思就是把他抓到這個 0100100 把他point到這個裡面的東西 這裡面的東西就是存2 所以star b的意思是 star b意思是他的address 那他會把他point到他的這個真正的位置 所以我把他在這邊去做處理之後 然後再結束回來之後 我這裡面的s的值就跟著變 所以這邊的s經過這樣的處理 傳到這邊去 把他的address真的裡面的 他的這個記憶體的內容 真的去改變他之後 再回到這邊你去看他的結果 他這時候就跟著 會被改變了 所以 同樣的類似同樣的程式 我們如果再重新run一遍 我們再重新編譯一遍 那我現在用2 剛才你輸入2他結果還是2還是2 pass by value 有沒有 那我現在呢 換這個pass by reference的結果 我輸入2 但是因為我是傳參考值給他 我在函式裡面把這個參考值的 裡面所對應的數字去做改變之後 那我這邊的call是在哪邊 是在主程式去call他 所以我的主程式怎麼樣 我的主程式裡面的去printf出來他的s值 他的s值就 就跟著改變 所以我會利用他的函式 利用他的函式去改變他原來主程式裡面的參數 他的參數的 那這個參數其實就是一個變數啦 參數其實也是一個變數 我就去改變他的參數和這個變數的值 那這個叫做pass by reference 有點難懂我知道這個是因為以前我們 其實像fortune就沒有那麼複雜 fortune他就不關你記憶體 所以但是c他是 更 advance一點 所以他會特別去談到這些變數的記憶體的地方 所以你想想看他如果是pass by reference的時候 他就會去把他的 真正的變數的 位置 去指 指出來 當指出來之後你如果在函式裡面去做處理的話 你就會直接回到 當這個函式結束之後 他回到這邊 他就會去影響 回去影響他原來的在主程式的這個參數的變數的值 就像剛才比喻的說 我如果把你家的住址給他 如果人家真的要去討債的話 對不對 他可以直接就到你的房子去 去做這些處理 那結束之後你當然 你就 就亂掉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他只是 跟你說 某某人 那某人他去射取搞不好有一堆 那他還不曉得是哪一個位置 所以他怎麼去改變 他沒辦法改變他 就類似這樣一個 不太適當的比喻 不過就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就是pass by reference的概念 這個東西當然 你現在稍微知道就好 我們之後 在談指標那邊 還會在 甚至在談 我們下一 我們下一張在談這個 政列的時候 其實也會談到 也會談到 Alright 所以我們大部分來說 大部分來說 對西的城市來說 他大部分都是pass by value 因為pass by value比較安全 人家不會登門 登門到 登門什麼 有個台語叫什麼 登門踏戶 不會直接到你家門口 不會到你親門打口 就不會直接到你家門口去 他只是把copy一份資料 直接傳到 韓式去做處理 所以不會影響到原來的變數的值 那如果你是pass by reference 他就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邊 他在韓式裡面去 動任何的手腳 你的主程式裡面的 參數值就跟著改變 先有這樣的概念 至於怎麼run 我們現在先學的都是 還是pass by value 都是傳職呼叫而已 如果是要傳參考呼叫的話 我們再可能 我剛說正列可能就會談到了 這是在我們的 下一張要談那個 matrix 不是matrix 就是array的東西會談到 那第七張也會在 真的談到指標的東西 那你先有個概念 韓式他是可以 這種兩種方式 去傳遞他的參數 一個是pass by value 一個是pass by reference OK OK喔 這個我們好像講過了 我們也很快的 就用random number 這個以後你們 我們說過你們還有一個 期末的群組作業對不對 沒有嗎 你們都忘記了是不是 我們好像在我們的課剛有講過啊 那所以剛提到這個原因是因為 你們學長之前大部分都做 做遊戲嘛 做遊戲一定都會用到亂數 所以他們 這個亂數就用了還蠻多的 那當然也不是說今天要做遊戲啦 做遊戲當然 看起來好像 你們做很多遊戲我都不會玩的那種 就是很 不會玩的就 我看助教會不會玩啦 那助教如果覺得玩的 玩的不是很過癮的話 你們當然就沒 好啦亂數這個我們也講過了 亂數裡面是用什麼 是用standard library 要include這個 standard library.h 然後他可以用rndrand這個函數來做亂數產生器 那我們就可以把rand 然後 他就呼叫這個函式 這個函式裡面 是沒有任何的引述的 他沒有任何引述他直接就 亂叫他ran的括弧 就可以assign到i 那這個東西 i會是什麼呢 i是一個介於0到ranmax的 那ranmax多大呢 這個可能要再去看一下他的定義是多少 那會再介於這個0在中間的一個整數 它是一個整數 那這個ranmax可能到好幾千萬 或是好幾百萬 這個 好像會depend on你的library 因為這個是從這個standard library 裡面來的 所以這個可能要去嘗看看 但是蠻大的一個數字啦 那他會在這邊做一個 隨機取樣去取一個中間的一個值 裡面會找一個值 然後存在一個整數裡面 那我們怎麼利用他來做呢 因為 像我們通常最常用的就是丟骰子嘛 那骰子不就是1到6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要 從rand rand裡面 從1到 一個好幾千萬或好幾百萬的數字 裡面找一個 你怎麼樣讓他變成 只有1到6 那這個就是要用到這個概念 有沒有這個上次好像有講過啦 就是用一個類似 把他做scaling 把他做 就尺度化 然後再把他做shifting 做比例化 scaling比例化 然後做一個shift 就可以得到1到6的結果 那他用的方法就是把ran的 這是什麼東西 百分比是什麼 這是 mode 類似mode的概念 所以他這個 等於是把這個值除以6 除以6之後呢 除以6 說錯了 除以6的余數 除以6的余數 那這個整數除以6的余數會多少 012345 5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他加1 就變成是1到6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那如果今天要你1到10呢 這邊就變了 除以10 然後加1 是不是 要知道 所以anyway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 類似利用random number 來模擬這個6個 6個面的骰子 好那這個是之前也有看過 那這個算出來 大概模擬出來的結果 不過這個東西要注意到 因為random number 他這種叫做 pseudo-random number 叫做 類似 模擬 類似隨機的概念 所以他也不是真的隨機啊 他其實這個函數後面 他其實是用一些數學 數學的計算式子 再去產生這個數字 所以他是一個 叫pseudo-random number 的東西 所以你這一次跑 所以我們這邊講過 這個是隨便他 他在測所謂的模擬 600萬次的骰子 然後算1到6大概 因為他是類似一個 假設他是一個 真的隨機的話 那理論上真的隨機 他是一個均勻分佈 那既然是均勻分佈的話 1到6如果你丟了600萬次 理論上1也會出現100萬 2也會出現100萬 類似這樣的概念 這是他的期望值嘛 有沒有學過統計 你們高中有沒有學統計 有 真的喔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所以你們統計學到什麼程度 學到沒有程度 學到望光的程度 這麼厲害 以後還會碰到 那這邊反正他這個程式 就在 在 算他的這個 所以他 roughly算出來的結果 其實還是有些誤差啦 因為他總不可能都 這麼精準的會 因為我們說過那個 600萬次 1會出現100萬次 2出現100萬次 那個就是一個什麼 那是一個期望值嘛 期望值總是跟真實會落差 所以這個是他 跑出來的一個 結果 好那問題這個 這個做法呢 會得到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亂數產生器 你把它跑幾遍 就剛才原來的那個程式 剛才原來的這個程式 你把它跑第1次 結果是這樣 你再跑第2次呢 還是這樣 那你再跑第3次呢 還是這樣 那你說這個不就是 騙笑 我是隨機 變數啊 結果第1次跑出來 結果是這樣 第2次跑出來又是這樣 第3次又是這樣 那他到底隨機在哪裡 他隨機在這個過程中間 是隨機的 但是他每一次跑出來 結果都一樣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說這個 這個RND這個函數 雖然他沒有一個 刮虎裡面是空的 但是他其實會有一個東西 會影響他的起始值 那個起始值呢 我們把它叫做SEED SEED 就是種子 所以對任何亂數產生器來說 他都有一個SEED 有一個種子的概念 那這個SEED 我們就可以 給他不一樣的SEED 他就會得到不一樣的 Random number的結果 那這邊一開始你沒有給他的時候 他Default會給他一個 Default知道 就是他 他一定會給他一個固定的 一個SEED 那你每次執行 他都同樣的SEED 所以當然 這一次 第一次得到這樣的結果 第二次還是得到同樣的結果 因為他的起始的SEED 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那個SEED 那個初始值 要把它隨機化 會給他一個不一樣的結果 就會得到不一樣的 Random number 所以 這邊有一個例子是說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用SEED 用SEED這個種子 去改變他 那我們會用什麼東西呢 用另外一個函式庫 用另外一個標準函式庫 裡面另外一個函式叫 SRAM 那SRAM的就會給他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 隨機的一個什麼 一個初始的標準 初始的那個種子 Initial seed 這個SEED會 Based on這個SRAM的函式 來做 做修正 那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 可以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邊 就是說 我們可以 這個例子裡面 假設我們自己去輸一個SEED 自己去輸一個種子 就是Initial seed 用ScanLine把它讀進來之後 然後去呼叫這個SRAM 去呼叫SRAM 然後刮糊 這個SRAM裡面 又要有一個引述 這個引述就是 你剛給他的SEED 那這個SEED你給他不一樣的SEED 之後你接下來 去呼叫這個RAM的 他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他這邊跑出來的結果是說 你輸入SEED是67 他跑出來的10個 Random number 就不一樣 你輸入867 他得到的結果不一樣 輸入SEED67 他就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 就很明顯的看出來 不同的SEED 他就會得到不一樣的 一個Random number 那 那如果你的SEED是讓 讓他用Default的 那當然他每三次 如果不給他SEED 給他 就直接用Random的話 他直接三次跑出來 就跟你都一樣的東西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剛才也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用一個真的隨機的 你不想自己 你不想每一次都自己去輸入一個SEED 總值的話 那你怎麼辦 那你就要想辦法讓他 隨機化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 我利用這個函數叫Time 那時間 時間這個函數就是代表 他會去抓電腦裡面的那個 Clock 他的時間 目前所在這個時間 那 那所以Time number Time number 那他就會自動會去把他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 把這個函數去呼叫他 就讀這個時間點 包括可能到秒 因為到秒 到秒的話 所以代表你每一次 不同時間去執行他 他的SEED就會怎麼樣 他會根據這個時間 去設定不同的SEED 那這樣的話 電腦就類似他會有一種 類似 真的是那麼隨機的感覺 因為你不同的SEED 因為你的時間不一樣 你的SEED就不一樣 所以他會有這個功能 這個我們上次應該 好像也有講到這個 所以他會從1970年到現今的秒數 所以他這是一個秒數 那秒數當然是一個整數 所以他就可以當成SEED 然後放在 搭配SRAM的這個函式 他就可以讓 讓他的那個 隨機 隨機化的這個程度 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 那這邊 這邊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SRAM的什麼SEED 這個 那這個是我們上次還沒講過的 還是有講 這有沒有講 也有講過了是不是 是喔 那我們這個 反正這個 這個遊戲 就很簡單啦 但是 也很奇怪的一個遊戲 但是反正這個 真的是在Las Vegas 人家在玩那個 玩丟骰子 就真的是玩這樣子一個 他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子 那只不過他現在把它用成電腦程式 好那我們既然講過 我們就很快的把它帶過去了 那所以他的程式裡面用了蠻多的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他用了一個叫 叫ENUMERATION的這種東西 那這個ENUMERATION 這個 也沒看過對不對 這是第一次看過 那ENUMERATION ENUMERATION就是列舉啦 叫列舉 我們把這個東西 因為他可能就是 這麼多 這個放一個集合裡面的東西 我就把它列舉出來 所以把它叫ENUMERATION 那這個ENUMERATION 你要不要用這個 其實我覺得無所謂啦 你如果今天不要用ENUMERATION 你直接去定義 直接去定義說 因為他必須 這個遊戲不是有三種狀態嗎 不是贏就是輸嘛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狀態是什麼 Continuous 他就繼續去 繼續去丟骰子啦 那 用ENUMERATION 當然他就是把它這些東西 原先 這個他就是三種狀態 這三種狀態 你其實本身 他就是可以對應一個變數嘛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說 這個狀態1就代表Continue 狀態2就代表贏 狀態3就代表輸 那也可以啊 那你如果不用ENUMERATION 因為ENUMERATION 其實他本身也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 宣告一個整數的集合啦 而且他是一個 連續的整數集合 所以他在這個 大瓜湖裡面的這個 三個 雖然在這邊是用 三個類似文字有沒有 三個文字 但其實他這個每一個文字 或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這個 單字啊 每一個這個單字 裡面他所對應的 其實還是一個整數的東西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他的說明 ENUMERATION 他其實類似是 他是從0開始 他是從0開始 那裡面的值 就剛才說的這個 Continuous的 然後呢 Wong Lost 他其實就代表是什麼 012 所以Continuous是0 然後Wong是1 Lost就是2 他其實是一個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這種叫ENUMERATION 他其實是一個 Constant嘛 所以他是說012 他是一個整數的Constant 那他現在把 這種Constant 012的Constant 把它轉換成 Continuous Wong跟Lost 只不過 在層次上看起來會比較好看 有沒有 因為 你如果是 如果你認為 你自己要去定義Continuous是0 然後Wong是1 Lost是2的話 那你自己知道012就好啦 但是問題如果別人要來看你的程式的時候 他要先知道你所定義的0 就是所謂的 繼續 1就是 1就是贏 2就是輸 那那個 那個是只有你自己看得懂 那你現在如果把它寫成這種變數的話 寫成這種所謂的 列舉的這種變數的話 那別人在看你的程式的時候 比較看得清楚一點 所以他只是為了程式 可讀性高一點而已 他並沒有 並沒有特別的 特別的這種功能性 而且他這個還有一個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這個ENUM ENUM他其實是一個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 他還可以去 設定一個所謂的新的行別 就是說我們之前的 變數的行別 不過就什麼INT Float Double 然後以後還看到什麼 Character 對不對 這些行別都是C內建的 但是C 它的功能性很強 就是說它可以再讓使用者 自己去定義一些行別 他除了這些所謂的INT Float Double 這些Character 之外 它還是可以讓你去定義你自己的行別 那像這個ENUM 它就是可以讓你自己去定義新的行別 這個新的行別 就是類似把它做成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就是一個新的行別 所以它就是比較 說實在就是比較彈性 那比較彈性當然相對就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那甚至以後 我們可能不會談的 有一種叫做Structure 那這種Structure的東西 它也是你可以去自己去定義的一種 特殊的一個Structure 它也是一種行別 所以這個是C裡面有很多比較彈性的東西 所以ENUM它其實是一個 它可以去定義自己一個新的行別 所以當你去宣告ENUM STATUS 它就是一種新的行別 那這個新的行別當然會搭配一個變數 就是像我們INT後面要加一個變數X 那ENUM STATUS 它就是定義一個新的行別 叫做Status 那這個Status它的變數是什麼 它的變數就是 它的變數就是GainStatus 知道有沒有有點複雜 就類似你想 你把ENUM STATUS就是 類似想像成一個INT 懂不懂 就是一個INT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定 但是這個INT也不是真 因為INT是已經內建的 那這個是你自己去設計出來的一個新的行別 然後叫做ENUM STATUS 那它對應的變數叫什麼 對應的變數叫做GainStatus 就這樣 所以 那這個當然 看起來有點回哥哥 看起來 很不清楚 那你看它的程式 所以它一開始 它在這邊INCUE的下面就是 宣告一個ENUM STATUS 所以你看它這邊並沒有 並沒有去宣告它的變數名稱 它這邊只是在這邊去定義一個新的行別 定了新的行別 那這個新的行別裡面COVER什麼 COVER CONTINUOUS WARM跟LOST 這三個 所謂的 三個整數的一個 一個CONSTANT 三個整數的CONSTANT 然後真正它去宣告它的 變數在哪裡 是在 在組程式裡面的 INUM STATUS 然後Gain STATUS 所以 這個Gain STATUS 是 透過這個新的形態變數 去定義出來的 所以它是一個 一個嶄新的東西啦 就是一個新的形態 那這個新的形態 你要在你的 組程式之前 你就要去把它宣告好 就要去把它宣告好 然後接下來你的Gain STATUS 才是它這個裡面的變數 那這Gain STATUS的變數裡面 就會包含CONTINUOUS WARM跟LOST 這三種形態 這個就很難懂 對不對 不過所以我說 如果不用這個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們自己去設計 你們的 三個狀態 你看它在用什麼地方 你看它這邊 接下來往下看 它這邊用那個 剛好我們提到的 用SRAND 然後TAN Nua 這個它就是類似利用不同 每次你的電腦時間 去產生的不同的種子 不同的種子 然後去 去算它的RAND number 那 跟STATUS它怎麼用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這邊 C Language有很多 你可能之後都會看很奇怪的 像 它這個變數 如果你有一個比較 你的那個 識別字 你的識別字 如果 寫C Language 通常都比較 我要怎麼說呢 就比較特立獨行 所以你看 它這個變數名稱叫 GAN STATUS 對不對 它通常會把 這種如果是組合字 組合字 它通常第一個字 會小寫 第二個字的 第一個字會大寫 有沒有看到 GAN STATUS 對不對 那這邊還有一個 有沒有 RODE DICE 這是函數嘛 這個函數名稱 也是一個識別字啊 所以 C Language的寫法 有很多人都會習慣這樣 你看很多那種 比較高竿的人 在寫C Language 它的識別字 不管是函數 韓式的名稱 或者是 變數的名稱 它這些識別字呢 如果是一個 比較複雜的組合字 像 GAN STATUS RODE DICE 這就是兩個字嘛 對英文來說 是不是就兩個字 RODE是一個字 DICE是一個字嘛 但是它把它組合起來 當成韓式的名稱 它習慣都會把 第一個字都小寫 第二個字的第一個字 會大寫 那這樣幹嘛 沒有幹嘛 這個就代表 很特別啊 所以有時候 寫C的人都是很特立讀行 就是會 會去想一些 會去 這也是他們的一個 我也不曉得怎麼說 可能是約定俗成 大家都習慣這樣寫 所以可能 以前的人都這樣寫 所以以後的人 真正在寫C很多 後來越寫越厲害的人 也都會去Follow這種 這種Style 去Follow這種Style 去寫它 去定義它的這個 韓式名稱 或者它的變數名稱 變數名稱 好啦 所以這個GAN STATUS 怎麼用呢 你現在 ENUMA STATUS 是你自己去定義的 新的型態 那這個新的型態 對應的變數 叫做GAN STATUS 那我們在裡面哪裡用呢 我們去呼叫這個RODE DICE RODE DICE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韓式 這個韓式有沒有引述 沒有啊 所以這個韓式但是它會回傳一個值 所以這個RODE DICE 我們看一下它是在 它的函數的Prototype 是這樣 是INTRODE DICE 然後裡面是Void 所以它沒有傳任何的引述進去 但是它會RETURN一個什麼 RETURN一個值回來 所以RODE DICE其實在做一個動作 就是在 因為剛剛我們說那個 這個CRAP CRAP是在做什麼 丟兩個骰子嘛 所以RODE DICE就是把兩個骰子的數字 相加起來 然後把這個相加起來的數字 RETURN回來 所以它RETURN的結果是一個整數 就是RETURN兩個 兩個骰子 丟完之後的它的結果相加 然後傳回這個 透過這個韓式去把它RETURN回來 所以它這邊是把RODE DICE的結果 RETURN回來存在SUM 那SUM就是一個你的這個什麼 就是你的這個 第一次丟骰子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接下來你就是用SWITCH去做這件事情 那SWITCH自己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這個你們 之前如果有寫過的話 應該就知道 它這邊 剛剛說過 因為你第一次丟骰子 如果是7跟11 就怎麼樣 就贏了嘛 所以 CAS7跟CAS11 然後這時候你的GAME STATUS 就是WONG就會存到你的GAME STATUS 就類似這樣 它等於是把這個 它內建的這個 WON這個特殊的這個 這個單字 就存到你的GAME STATUS 但其實它代表的就是什麼 就是1 因為我們的WONG就是1嘛 WONG其實是 第二個是1 因為它從0開始 012 所以這個WONG其實就是1的概念 就是把1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你如果不要用Enumer 這邊其實還是可以去處理它的 你知道嗎 你還是可以利用其他的變數來 存不同的整數代表它的 什麼 它的狀況 所以你不要用Enumeration 也是可以的 那你這邊如果用Enumeration 就是把WONG 存到它的GAME STATUS 那如果是丟到2312呢 那它就是LOSS 所以就把LOSS存在GAME STATUS 然後接下來Break 那default的話呢 default就代表這個都沒有丟到 那你就代表要繼續啦 所以這時候GAME STATUS就變成Continue 把Continue存到GAME STATUS 但是這個時候要存 要再去存一個東西 就是把剛才第一次丟Size的SUM 存在MyPoint 因為這個MyPoint 就是我的下一個 在丟Size的時候的一個Target 它的一個目標嘛 它一個目標 你如果再丟下次再丟 或接續的丟過程中間 有丟到跟MyPoint一樣的話 那你當然又贏了嘛 所以第一個這個Switch 只是在做一個什麼 初始判斷 做初始的判斷 那接下來就繼續玩嘛 那接下來繼續玩 它就是用WHILE 用WHILE這個東西去做 那這個WHILE裡面呢 就是當你的GAME STATUS 如果是等於Continue 如果還是繼續Continue的時候 它會繼續去 去Run這些東西 所以 因為剛才 在 之前的那個Switch裡面 已經丟了第一次Size 所以在WHILE裡面 它繼續丟第二次Size 繼續丟Size 所以一樣是把你的RawDice 存在SUM 然後搭配去判斷這個if的 如果你的SUM 這個 第二次丟Size的結果 跟我剛才 第一次丟Size的MyPoint 是一樣的話 那我就會是贏 那否則的話呢 還有一個條件是什麼 如果你丟到7 CRAP丟到7 就是代表 第二次在丟啦 或是後續在丟Size 如果丟到7的話 你就Lost 然後就結束啦 那結束當然整個WHILE就結束了 所以這是WHILE的部分 那最後就是把它的輸贏的結果 把它呈現出來 那 接下來這個是韓式 RawDice Void 它其實在做什麼動作 它這裡面的INT DI1 DI2 就是兩個區域變數 還有WalkSum 這個都是區域變數 只有在這個韓式裡面才看得到 它做了兩個動作 就是做什麼 做這個 DI1 DI2的這個計算 然後把結果 相加 然後最後再去把它做Return回去 所以大概是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看起來一個比較 稍微 大型一點 稍微複雜一點的問題 那透過一個韓式 你至少可以把 因為這個韓式過程中間 它會 持續去呼叫這個RawDice 對不對 這邊有用一個RawDice 這邊又有用一個RawDice 如果你的RawDice要 每一次都要重新去寫 那不是很麻煩 所以你就把它寫成韓式 你韓式的話 你就直接 呼叫韓式就可以去處理它了 你就不用每一次都 在主程式裡面要寫一堆 這個RawDice 去丟骰子 這個功能 因為這個丟骰子的功能是 這邊會用 然後呢 這邊也會用 所以我們當然就把它寫成一個 獨立的一個韓式 那我在主程式裡面去呼叫它就好 那只不過這主程式裡面 這個韓式裡面的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的區域變數 在主程式裡面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最後會透過Return Return Return這個東西一個數值傳回去就可以得到它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就是Crab那個韓式 這個遊戲裡面可以透過這個 Random Number去做它的處理 這是它玩的一些結果 所以你們的群組報告 你們的作業 群組作業報告很多 我說你們學長姐很多都是在玩遊戲啊 所以每次上來 還有 你們在做報告的時候 除了報告之外 你們還要Demo啊 Demo 懂不懂 就是你要把真正可以run的程式 要在這邊秀給我們看 那如果是遊戲當然 就可以大家一起來玩 知道懂嗎 所以 你們的群組作業不是只有 書面 就是Word的書面報告跟PowerPoint 你還要把 你程式的執行的東西要在現場run給我們看 所以 有沒有做成馬上見真章 那這邊接下來都是一些說明 這個我們就看 好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下一節課再繼續上 好 好